您好 欢迎收看10月22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全国青商会日前败回了花莲县政府 并且捐赠一台AED设备 将设置在封冰箱文件站 县长徐就位感谢全国青商会无私奉献 提升偏乡救护资源 让公共场域可以更让人安心 国际青年商会、中华民国总会、参议会 参与社会公益不遗余力 目前为止已经捐赠出超过30台的AED 而他们在日前则特别来到花莲 除了拜会县政府也在捐赠了一台AED 将设置在封冰箱文件站 那我相信花莲是我们最美丽的地方 那这个部分我们粉色 我们是一家人这样子一个心情 特别来到这边 今天我们刚刚现场问我说 今天有没有住在这边 今天几乎都住在这边 我希望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大家兄弟姐妹来自全国 我们一起聚聚在花莲 那从封冰箱到光复箱 就只有一条东西巷的道路 他就得往北走或往南走 所以这次我真的要谢谢卫生局很用心 在我们的青商会 我们的参议会提出说 要对于花莲的我们的比较长者的 哪一些的场域需要 这个军政AED的部分 卫生局做一些盘点 那也就在我们文件站在我们公民箱的部分 根据卫福部统计 今年来国人的十大使因 心脏疾病都排名在前三名 而针对突发性的事件发生 AED的设置就能有效降低到院前的死亡率 希望能借此提升偏乡紧急救护资源 在必要时发挥作用 记者 许丽琴 花莲电视报导 好 好 好